庆余年让人无法直视的六大人伦惨案 李云锐与太子李承前的孤执恋不值一提 与庆帝的兄妹恋镇骨朔金 而最狠的还得是主角范贤 这些人伦惨案中发生最早的是庆帝与李云锐的兄妹恋 在庆余年援助中 庆帝与李云锐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兄妹 李云锐打小就崇拜和倾慕庆帝 庆帝对李云锐这位庆国第一美人也有着强烈的占有欲 碍于皇室颜面 两人一直保持着距离 但在一次对骂中两人互陷了真心 并最终捅破了那层窗户纸 所以有传言说林大宝就是他们不伦之恋的结晶 因为近亲结合才生出了智商低下的大宝 而宰相林若福只是个悲锅侠 第二孤直恋 李云锐这个疯女人得不到庆帝就开始祸害他的儿子 他不仅暗中扶持了二皇子 还借着太子对自己的非分之想 妄图在精神和肉体上都拿捏住太子 以便于在太子登基后独揽大权 此前的太子已经被庆帝打压的精神溃散 整日靠榴莲青楼花坊缓解压力 还不幸染上了花瘤病 这本可以彻底断绝 他与李云锐乱伦的可能 但陈平平却推波助澜 治好了太子的这个影集 还提供了助攻奇药 让他与李云锐走上了乱伦的不归路 第三 扶杀妻 很多人都知道 暗线大女主叶青梅就是被庆帝所杀 但叶青梅并未入后宫 严格意义上来讲 两人只算是有既定事实的非正式夫妻 但除了叶青梅之外 皇后也间接死于了庆帝之手 皇后的一生可谓十分凄惨 为了皇族联姻嫁于庆帝 爱慕庆帝却不得真心 只被庆帝当作了工具人 在庆帝的引导下 他煽动族人杀害了叶青梅 而族人却背负上叛乱之名 被屠戮殆尽 此后他无心事事 只希望儿子继位后可以闲鱼翻身 结果太子也被庆帝逼死了 断了希望的皇后 从皇城墙一跃而下 结束了自己悲催的一生 除了庆帝之外 还有一人也间接害死了自己的妻子 那就是范健 当初范健为了救下叶青梅的孩子 用自己的儿子与之掉了包 导致亲儿子被杀害 他的原配夫人 也就是弱弱的母亲 因为丧子之痛 最终在生下弱弱后不久 便抑郁而亡了 第四 负杀子 如果不含大宝 庆帝实质意义上有五个儿子 分别是太子 大皇子 二皇子 三皇子 和范贤 这五子中 庆帝只对一个儿子动过杀心 那便是范贤 在正常情况下 庆帝对自己的子嗣 还是很包容的 无论他们犯了多大的错 都会考虑给他们留一条后路 即使太子和二皇子联合长公主选择了谋反 他在平息叛乱后 依旧选择了放两个儿子一条生路 只是这依旧未能挽回他们的生命 太子在与庆帝长谈一番后 凯然赴死 二皇子为了让庆帝后悔一辈子 留下官寡孤独四字诅咒后 服毒身亡了 只有范贤 在一出生的时候 他就想斩草除根了 第五 子侍父 庆帝在除掉了谋反的太子 二皇子和长公主等人后 赫然发现整个庆国除他之外 已再没有人能制衡范贤了 而东夷城与范贤的母亲牵扯极广 北戚那边似乎也在拉拢范贤 于是庆帝准备逐步收回范贤手中的权力 在慢慢对付他 可是陈平平之死 彻底突破了范贤的底线 此时的庆帝依旧幻想着范贤是被陈平平蒙蔽 父子说清一切后就会恢复如初 可是对于范贤来说 庆帝今天杀了陈平平 明天就有可能杀死自己的家人亲朋 父子两人已然站在了队里面 于是范贤最终走上了弑父之路 第六 孙杀奶 范贤有两个奶奶 一个是护持他长大的淡州范府老太太 另一个就是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老太后了 范贤要杀太后的理由很简单替母报仇 但太后并没有参与太平别院对叶青梅的围杀 她充其量就是在庆帝的推动下 默许了血案的发生而已 而她的族人却与皇后一族一样 背上了叛乱之名 被屠戮殆尽了 诚然老太后当初为了所谓的皇室颜面 确实敲打过叶青梅 但叶青梅也都毫不示弱还了回去 两人算是扯平了 对于范贤 老太后也不曾像长公主那般刻意打压陷害 也看在林婉的面子不曾亏待过范贤 反倒是范贤趁着回京评判之际 为老太后喂下了散公丸 并告知了她自己的身世 让老太太最终愤恨离世